但是重要的问题是说 二二八发生事件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个扮演角色是什么 也就是说二八发生的时候 当时的人就来透过广播 来广播说台湾发生了二八事件 那当时这个广播站会有连线 除了台北以外 另外还有台中 明雄就是嘉宇那边 高雄台南 包括洞铺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连层一线 你们要停多久 没关系 你就讲 我们就停 反正没事 然后这里看到这个设备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有所有的设备 这以前的设备 这以前都是真空管的 都是这样一个录音放送的这样一个设备 很古老了 现在应该都不会运作了吧 那真空管这么大 你看 那真空管好大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广播站 播音室 播音室 那这个播音室当然是所谓的这一个模拟的 大概做一个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 这是一个模拟的广播室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做起来的麦克风啦 麦克风那么大 麦克风那么大 没有啦 这是模型啊 做一个模型啊 是是 我只是想说 怎么会这么大的麦克风 巨型的麦克风 巨型麦克风 这个服务馆呢 这东西是按照比例做一个部分 是把它做成模型 所以这个是模型 哦 就是模型的 就是模型的 模型的模型 都是模型的 最多的组织 这个是模型的 那里得到的 就是模型的 そして 都对 不是 没有 不是 如果 你也有没有 比如我 不错 有 然后这里 是 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蒋卫杰先生 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医生 这个是在日本时代医生 那这个医生 这是他 那这个医生他就讲说 台湾人之所以 台湾人之所以被殖民地 被当作殖民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水准不够 不读书 台湾人不读书吗 早期清朝的时候 台湾人认识字的也不多 认识字是现在很普及 大家认为说 早期认识字 特别清朝 我看认识字的不到10% 那到日本时代 日本因为有设小学校中学这样子 勉强说把教育生给提升了 他也是透过 你看他写的日本字 他也是台湾人 他是写日本字 他透过日本的教育 来跟世界 因为他是医生 所以又读的书更多 更了解外面的情势 水准更高 然后他才认为说 他以医生的角度来看说 台湾的这个问题出在哪 台湾问题出在说 不读书吗 你看这里 以前的时候身体还不错 但是这个世界文化的敌人 营养知识营养不良症 之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没有读书 没有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做 读书教育 要扩大普及 国民生活水准提升 是这样一个 请问那个也是他吗 这另外一个人 这里 这里底下的照片是说 好 这一个透过知识读书 他们来了解说 什么叫做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 就是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 那他们的要求是说 要请台湾人 要请求台湾设台湾议会 因为台湾是殖民地 台湾没有议会 所以他们台湾人当时想说 要要求议会 这个是这里 台湾议会情练团 那时候是日据时代吗 日据时代 对台湾是日本统治时代的时候 结果后来有给我们议会吗 当然没有 殖民地怎么可能有议会 你以前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也没有议会 这个殖民地统治大概都是一样的 所以请愿这么多人 看起来蛮多人的 很多住在东京 这在东京啊 坐在东京 台湾人去东京请愿的 台湾人这么多人跑到 台湾议会请愿团 他跑到东京去请愿 对啊 当时要到日本的议会去请愿 你台湾议会要去向日本的议会请愿 那人蛮多去的 你看至少一百多个人 当然很多 因为当时有留学生 还有台湾人去的 好像不止一百个耶 你看那么多 当时台湾人就是这样 大概有多少人 这人没有去统计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台湾人 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统治时代 台湾人要求什么自治 是说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这个现代化国家就是 三权分立 司法行政立法是三权分立的 那一般的国民应该是说 他有立法的参与权 所以议会我们这一块是应该是有参与权 所以台湾人是有一个自治运动 那自治运动其实里面就是牵涉到所谓的法规议会的权益 那这个都是要投票 这个是现代国家所设立的一个的基礎 那时候怎么会跟228有什么关系 这个都还在日本统治时代跟228没有关系 所以我刚才讲要原因 之前的原因然后再也会谈静音 一个事件不会碰不然发生 那一定有一些原因发生过来 才说原来是这个事情跟他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这里所看到的运动 包括工会 包括投票 包括文化协会 这些都是由一些知识分子 大家领导这些一般的国民来做什么 做所谓的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一面就是一所谓的一般的浅厌运动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讲 知识营养 没有办法 你唯有透过知识的吸收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对错 什么叫做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 不是 什么叫做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就有台湾民报 那个是当时在台湾的报纸 他写的是日本字吗 那个是中文报纸 怎么可能让他写中文报 为什么不写 当时是有啊 不是日本统治 日本统治当时也有中文报纸 这可以写的 还是可以写的 所以这里有农民民众党 那时候就有农民运动 有 所以这个都是跟他有什么 跟这个所谓的争取权利有关系 你知道权利欲乎 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 法律跟所谓的知识 来去做推动 台湾就开始有投票 那时候就有投票 日本时代就有投票 那投票当然跟日本 日本国内也是一样 就是只有男生投票 女生不能投票 日本时代 在日本国内也是一样 在台湾也是一样 只有男生可以投票 女生不能投票 投票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要缴税 你要缴税你才能够投票 所以 1935年我台湾首次群圈 地方自治群圈 那时候台湾就有共产党 共产党有少数 共产党有少数 有当然有 那个 还有女生耶你看 这要谢雪红 谢雪红 他们不能投票 他们可以参加党 可以主党 这个当然也是地下组织 也没有 你看人才四十几个人 不管 不知道多少 可能当时 当时的社会的氛围就是 有些人 会进入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党 只是人数的多国而已 影响力的多大而已 组织党是有这个记录 女生就有三个 不了不起 当时 台湾统治下的台湾 当然 被美军空袭 台湾人当日本兵 那时候就有望春风了 望春风是日本时代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 这个谁 邓宇前先生做的 那后来就把它编成 这一个 日文版的 还有感谢状是什么 这个是捐钱 谁捐什么钱 台湾人捐钱给当时的政府 因为捐很多钱嘛 所以就送给他奖状 你看这个是郑金浦先生嘛 他感谢他捐的东西 所以他就 当时的台湾军总司令 台湾军司令官送给他的 昭和十二年 还是蛮久的 你听这个要 你听这个要看那个歌 有 来来来 1945年 日本投墙的时候 那么受墙都进回头 你知道怎么样 受墙啊 受墙 日本投墙的时候 对对对 有没有那个镜头 没有没有 这里 受墙只有在 这个地方 那是在中国 台湾不一样 台湾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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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台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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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他是 是这样子 这个没有了 这个在整个 太平这个在 因为整个打仗是盟军 美国中国英国 好几个国家 组成这个盟军 那盟军是跟日本打 所以这打完结束以后 那这一个太平洋战区 是美国麦克阿瑟 当总统帅 所以他的病例 蒋介石 那蒋介石这些病例 合影期 中国战区的部分 裤子他裤子 中国战区 然后他也裤子包括越南一部分 都是有请这个蒋介石 派人去先接收 从日本那边接收 还有经济统治你看 那个管制啦 就是说你到战争期间 东西 对就又用配器方式 给整理吃饭 每一个人比如说 一个月给你多少两猪肉 多少米粮 就是配食 战争期间都是管制 这个就是管制 对 这个是以前的 以前的台北吗 对对对对 你看 这就是以前的 总统府啦 是吧 对 厉害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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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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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很飘 就烧掉了 这是他们的军装嘛 这个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的军装 很漂亮齁 很结实很扎实 还有腰身的咧 那当然要腰身 金服要穿起来要避体 大概要有腰身啦 所以跟日本兵看起来都没有精神 这是这样啦 硬体跟软体 你爱混脸精神要很有精神 衣服穿起来更比腰 那就是内外就合一了 这个裤子有点奇怪 你怎么知道 这个马褲 这是马褲 马褲是什么意思 骑马用啦 骑马就要裤子快换 或者是他 他这个裤子到这边底下会束住 这个是高级金官穿的 对啊 这是裤子太奇怪了 没看过 有啦 这个马褲有啦 这个就是高级金官会穿这个东西 像跟这个一样嘛 高级文官 这是武官 这个是文官啊 鞋子也是很漂亮 鞋子也是很漂亮 这鞋子很漂亮 军刀 指挥刀 这军刀比较 这个是武官 这个是文官 文官 文官的刀 这个是文官的刀 武官的刀不一样 武官是那个五十刀型的 他传在肚子上有 这个是箭 这个算是箭 这文官用的 武官是另外五十刀型的 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刀比较 没有那么直 这比较直 你爸爸是在哪个地方当 我爸爸从大陆过来的 他是黄埔军小的 黄埔军小的 对 黄埔军小的 那个刀比较歪 大陸上那個禁兵隊的 我只是覺得我們家的刀比較 我一個從學爸爸 他家裡頭就是掛一把那個大刀彎的 其實是大刀隊的 我們不是像這樣瘦瘦的 而且都是騎馬的 以前小時候我們到他家去還有槍 後來政府就是繳回去 攪回去 以前小時候還有那個 不能報備收藏 好像不行吧 現在應該就可以了 現在是可以報備收藏 你要買那個好的武士刀收藏 可以你跟報備就可以收藏 可以啦 武士刀 武士刀好像就不用報備 不用報備吧 戰士的話要啦 但是很多人不會去報備 對啊 武士刀有的是那個刀鋒沒有開封的 那個是不用報備 你有開封那個是要報備 我們沒有開封 沒有開封不用報備 開封就要報備 擺裝式的 擺裝式的那個 怕你拿出去打架 對對對 酷 謝謝他的 是 的 人 也是 就是 感谢观看